Hello大家好,我是阿Ben 欢迎收看本频道,很开心见到各位 身为游戏人,要知游戏事 当今社会,评价对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 许多商家也都会花钱买评价 只为了能维持好形象,发大财 我以前也曾想过要买网军 去NEO的脸书那边洗版 阿Ben嫖妓无罪,阿Ben嫖妓有礼 大家都知道刺客教条,暗音哲因为太正确的关系 所以评价非常差 许多玩家也都在官方影片底下嘲讽和给倒战 不过最近却被一名创作者抓包 预避貌似出动评价机器人 试图拉高暗音哲的形象 这位创作者解释 所有留言者对暗音哲的评价都非常正面积极 而且战数都介于4900到5000亿之间 还有使用者名称都是一个真实名字加数字的组合 然后全都是在4个小时前留下评论 照片也几乎都是美丽的女性 通常点进去看留言机器人的页面 会发现有个外部连结 不外乎都是不正经的内容 不过这次的留言机器人却没有任何的外部连结 至于留言内容 大概是天气系统看起来很棒 我要马上玩这款游戏 我超爱暗音哲 现在怪胎都滚了 我们这些正常人可以来讨论游戏了吗 以预购等不及开玩了 新一色都是这种赞美评论 当然 这到底是不是预必花钱做的也无从得知 毕竟不排除有人在故意搞事 让公司的形象越来越差 假如是真的有人要搞预必 这些只难怪预必自己想要跟玩家唱反调 不过这件事显然引起不少人注意 甚至官方最新影片下的留言也因此重新排序 像是预必宁愿花更多钱买评论 也不愿花更多钱投资游戏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漂亮的机器人 创账号的时间都很接近 预必触动机器人去点赞那些正面留言 还真是堕落啊 花钱做出一款好游戏 花钱买更多的评论 机器人不会花钱买游戏 不管预必触动多少机器人 大家也都不会花钱买大便 嗯...我相信这些留言应该都是真正的人类去留的 不管预必有没有做这件事 但在大家目前都很讨厌爱因者的情况下 预必无论怎么澄清也只会适得其反 更会被玩家越骂越大声 我是劝预必要早点醒过来啦 再继续认却跟玩家作对下去 离公司倒掉的那天也不远了 真期待爱因者上市那天究竟能绕出多大的笑话 得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